2019年香港小姐競選的10位候選佳麗 這日出席記者會期間他們即席鬆口才 最終由有大食港姐之稱的6號陳希瑞勝出 獲得迷你版後官和權獎果然是千聲奪人 很開心,沒有想太多 剛才問完之後,我想到什麼就答什麼 我覺得我自己Catwalk的方面需要再努力一點 因為我自己本身Catwalk是沒什麼經驗 我參加比賽之前是沒試過的 所以那方面要繼續努力 還有吃多些東西,希望可以肥一點 至於古佩玲說拿不到獎,有點失望 都會有一點,因為真的很想得到這個套裝 而且很想給自己的妹妹 但我覺得都挺好的 因為我覺得我現在的目標是 決賽那晚可以獲得更好的名詞 而廖卓妍就直認自己口才不是那麼好 而在身材方面還要多加訓練 是的,其實都需要進步 口才方面,怎樣靈敏一點回答問題 因為其實自己有些緊張 所以真的要訓練自己 不要在觀眾面前 不要在鏡頭面前緊張 另外就是要多點現身 表現出最好的自己給大家 在廖卓... 評論如何